这边来看提要341不定积分存在之条件 那不定积分存在的条件跟定积分存在的条件是很类似的 那因为前面有提到定积分的存在条件 这样是一种定积分 然后它存在条件就是大F的微分是小F 然后这个小F在单币区间内又是一个解析函数 那如果它满足这样的条件这两个条件的话 这个积分是可以接受的 那当然也需要留意一下什么叫做单币区间 那什么叫做解析函数 这个前面的单元都有提到过 那只是把我们之前所提到的观念再重复一遍 就单币区间就是没有破洞没有裂缝 像这个看起来好像有一个破洞 其实没有这算是一个单币区间的状况 没有破洞 然后所谓的有破洞有裂缝就像这样 这中间有一些破洞 破洞 不讲说它是裂缝 这就不是一个单币区间状况 定积分不定积分 它们的概念都会用到类似的想法 类似的条件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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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